爱他反而变成害他了 为什么呢 在彰化有名一岁的男婴 她被医师检查出来说 她的肾脏还有输尿管 是各有一公分 还有0.5公分的结石 结果必须要开刀取出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这个母亲 她为了要帮孩子促进生长 所以除了胃还有这个维生醋 D3的奶粉以外呢 早晚两次还要再喂吃钙粉 再加上熬煮这个大骨汤喝 结果实在是太补了 这钙质排不出来 就造成了结石 最新的现场 立刻交给我们的记者周宜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这节新闻真的要提醒家长们 对于小朋友的饮食 真的要多注意了 因为彰化这一名 才一岁大的小宝贝 她还身上还包着尿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她在她左腰上盖着纱布 原来她在不久前才开刀 动手术取出这个肾结石 其实这么大的孩子 怎么就会有肾结石的毛病呢 原因就是在于她的妈妈 平常早餐以及晚餐 都给小朋友喝奶粉 但是这个奶粉里面 就已经含有维生素D3了 但是她的妈妈在持续 在她的饮食中添加了这个钙粉 甚至在熬煮这个大骨汤 希望能够双管旗下帮助小宝贝发育 但是没想到这个钙质真的是太多了 造成身体的负担 变成了小朋友这么小 就得开刀动手术 我们来听听看医生的访问 测剩余的地方可以发现 已经超过一公分的结石 那另外的话 在塑尿管的话 也发现了一颗钙化的结石 那因为塑尿管的结石的话 已经造成我们肾脏 黑色就是代表 肾脏已经有积水的现象 第一次当父母的都是胃胎好 可是也是说爱她 就是爱到不得的地方 我们听到这名母亲呢 虽然心疼孩子 但也只是说呢 真的是继取教训了 这现场为您掌握最新 把镜头还给彭宁 所以这要提醒所有的这个妈妈呢 在为自己的新生儿 这个喂食和捕育的时候呢 要小心不要过头了